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宣告结局 女孩想回老家 我哥想北漂 他不愿意跟他挤在出租房里 而他也不想放弃还未实现的梦想 分手那天我哥哭得很伤心 一个人拎着酒瓶 在街上嘶吼着 我也不想这样 从那天开始 女孩成了他心中 只能在午夜响起的白月光 他贪婪地霸占着 微弱的光亮 企图温暖自己整颗心脏 后来 他喜欢的每一个异性 都带着那个姑娘的影子 明媚的笑容 透亮的双眸 或者仅仅是 他们说过类似的话 就像人们常讲的那样 后来 我爱的每个人 都有你的影子 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 他的后半句话是 不是我忘不掉你 我是从来都没有一刻 想要真的 放弃你 背着这种情绪过日子 真的很累 即使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 心里也还是存在着硬搁的 他爱的肉末米粉 和别人一起吃会感到索然无味 他喜欢的月季花 和别人一起看 会突然黯淡无光 过往就像扎在嗓子里的一根刺 不管你多用力 都无法再歌颂未来的生活 所以会有人 现在前任的阴影中 难以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 也有人干脆彻底关门 抗拒后来的人靠近 幸运的是 真的有人在多年以后 与当初分手的那位重新抱在一起 兜兜转转 谢霆锋的资料里 女友一栏 再次写上了王妃的名字 十个二十年 大S终于嫁给了 年少时爱过的那个人 我初恋相识的N年后 莫文蔚在他们相遇的地方 举行了婚礼 人生或许是反复无常的 但爱着一个人的心 却可能始终如意 我想起一部很喜欢的爱情片 叫《暖暖内寒光》 分手之后 小娜为了忘记前男友乔尔 抹掉了和他相关的记忆 而小娜则是因为 无法承受女友忘记自己 选择用同样的办法 割掉了回忆 但程序 能删除脑海中抽象的画面 却没有办法熄灭 他们心灵深处 对对方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像 最后一抹阳光 温暖 纯粹 最后指引着两个 最熟悉的陌生人 再次爱上对方 所以如果你心里的 那抹光还在 就顺着那个光亮 找到 那个难以放下的人吧 我喜欢和你一起 去胡同里吃新疆米粉 喜欢我辣得泪流满面的时候 你递过来的牛奶 我喜欢在周五的下午翘班 坐地铁跑到你公司 后面的小吃铺 站个位置 等你奔来 我喜欢你一边气到不行 一边还用力地抱着我说 别走 我真的还很喜欢你 只是想问问 你是否依然在原地等我 幸福可以通过努力争取 却很难在强求下 开花结果 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能像歌里唱的那样 祝你踏破千重浪 能留在爱人身旁 每个人都能作出 来 这次是 有名的 集图 6 4 感谢观看